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主投六局 只被打出了四支安打 掉一分 为今年球季画下完美据点 除了投球好表现 王健明今年也集出大联盟生涯六个球季以来的第一支安打 华盛顿国民队总教练也再度重申 他希望球队能够留下王健明 第七届乌克兰国际发明展及发明竞赛 台湾代表团一共获得28面金牌 15面银牌 5面铜牌的好成绩 加南药理科技大学邱世纯 依据中医药学调理保养的原理 研发天然植物的机能保健饮料 辩征72 处置巴金森氏症 更获得最佳社会技术奖 2011年UNIX杯日本羽球公开赛 25号在东京举行决赛 台湾男女混合双打陈红林和陈温馨拿下世界第一 这也是台湾在超级系列赛 首次拿下混装冠军 今儿也在电视正日报道